为了感谢消防队员在防疫期间执行的风险还有辛劳 新北市议员陈明毅在端午节前夕特地准备古早味的肉粽 亲自来慰问新庄第一线防疫的消防员 希望能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 让防疫同仁感受到过节的气氛 新北市议员陈明毅在端午节前夕特地准备了在地知名的这家古早味肉粽 亲自慰问新庄第一线防疫的消防人员 并表示因为有感于消防队员在执行任务上的风险以及辛劳 希望能够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 好让防疫同仁感受到过节的气氛外 同时也不忘钉礼消防队员在执行救护工作尽出平安 最重要我们看到这段防疫期间 最辛苦的就是我们锦衣萧同仁 他们要全身武装穿着这么闷热的防护衣 然后在勤务上面来讲就非常的繁重 那我们在不打扰他们情意之下 来跟同仁做个慰问 端午佳节我们送个众子过来 慰问一下我们的这个锦衣萧同仁 也希望他们能够在勤务上面能够平安 然后能够健康 在这边跟他们做慰问 祝福他们端节愉快 我们特别谢谢我们新北市议员 陈明毅议员 准备了我们胡须璋的漏栋 来慰绕我们第一线辛苦的消防同仁 在第一线会继续为民众的安全来把关 做好防御 也提醒大家端午期间尽量宅在家 少出门 减少移动 戴口罩 做好防疫的措施 只要有疫情的发生 站在第一线接送患者主要任务的 就是这群消防人员 然而在防疫期间 消防弟兄不畏出身入死 共同理念 持续为民众的生命安全 做好把关的动作 期盼疫情早日获得控制 一起携手渡过难关 记者黄又贤心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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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